民國103年7月23號傍晚 正當麥德姆颱風過後之際 一架從高雄飛往馬宮的航空班機 在澎湖機場降落重飛時 撞擊民宅失勢 造成了48人罹難的重大事件 國軍在第一時間即刻趕赴現場 全力投入搶救傷者 並且不放棄任何機會 持續搜救可能倖存者的一舉 受到了各界的肯定 國軍是安定社會 穩定民心不可或缺的角色 當全體官兵穿上這身戎裝的同時 也都做好維護國人生命安全 不惜犧牲一切的準備 這一次遜難的澎湖憲兵隊隊長 蔡明華忠孝 她因為心系著單位 迫不及待冒著不良的天后 返回工作崗位 雖然壯志未仇 但卻以實際的行動 來證明軍人的職責 就如同蔡忠孝的太太楊女士 得知噩耗之後 她說了 雖然明知有危險 但丈夫冒著惡劣天后飛回馬宮 沒有其他原因 只因為這是軍人的天職 簡單的一句話 就道出了全體國軍官兵的心聲 我現在平常她責任心就很重 對家庭也是對工作對部隊更是 所以她 當她有這種工作需要的時候 我更不應該在旁邊繼續再干擾她 對 這是她一個 她自己的她的使命感 那她的責任心 因為軍人以不同為天職 軍人以任務為重 她如果能完成她的任務 她能夠盡她的力量 這才是最重要的軍人的本分 而且我也是軍人退休的 所以我對這地方 有一種深投的感受 我們全家雖然欠於極度悲傷之中 無言無悔 因為這個不是任何一個長官 或者任何單位 或者她服務單位 有任何絲毫的不妥的地方 而是她天后沒有辦法想像之中 所以造成這種不幸 雖然我們家裡面很難過 藉這個機會 我有向愛護她的同學 同袍 袍子 以及她的長官和她的部署 致最深的謝意 蔡忠孝的父親不愧是軍人本色 兒子凡是以工務為優先 以部隊官兵同仁為重的精神 是世代傳承的 在這一次空難中不幸罹難 大家都深感悲痛 但是家人對她那一股貫徹軍人使命的情操 感到驕傲與光榮 而部隊的官兵弟兄姐妹們 同樣的也感受到對上這位大家長 平日對他們的用心與照顧 每個人更是感念在心 應該是在去年冬天的時候吧 我們戰哨的時候 穿反應大家一定都會冷 如果隊長脫他的外套 給我們冠兵穿 在戰哨的時候脫給我們穿 讓我們很感動 隊長會幫我們當作自己的小孩 我們有一些人會把他當作爸爸 針對生病啊 受傷的 他不是只有第一時間關心 他會去了解他後續狀況 比如說生完病多久打電話再關心 比如說他休假會問這個人好了沒 或是直接撥電話給這個阿兵哥 看是不是已經痊癒 有沒有什麼需要對上再協助幫忙的地方 另外在這一次空難當中 還有陸軍航特部兩棲偵察營周應廷中士 以及彭房部機部營機部聯義兵楊錦祥弟兄 偌大的營區顯得特別的空曠嚴肅 這裡成是他們揮灑汗水 實現人生理想報復的殿堂 有著一群情意相挺的同袍弟兄姐妹 而如今卻再也見不到他們英勇的身影 他們平日在工作崗位上課盡職責 與單位同袍間總是以同甘共苦 相互扶持的生命共同體真誠相待 一起完成部隊的各項戰備演訓任務 因此感情總是特別的深厚 每次放假每次帶不同的人回來 我說你為什麼不去麻煩人家 連我們車子都當作什麼啊 公車這樣接送 對 真的 他真的對朋友 吃虧 所以我這去澎湖有感覺到 他做人真的太成功了 那些弟兄對我們夫妻超好 又照顧 我跟我老公說 我們兒子做人怎麼做得那麼成功啊 弟兄都對他那麼好啊 把我們當作自己的爸爸媽媽這樣 跟前跟後呢 很感動 真的很感動 而且他的弟兄好多 聽到都掉眼淚 包括我們在那邊做告別室 有一個阿兵哥跑來 敗一敗就出來說 阿姨 我只是硬庭兩個月而已 就一直哭 說 硬庭跟我練體能 他很照顧那個剛進來的兄弟 他體能超好的 他那時候也常常都會跟 跟我在那邊開玩笑就是 就講我是什麼 享用的老輝啊 然後我就說他是那個 兩棲營最強壯的那個 硬到不能再硬的硬庭啊 就是全身都是肌肉啊 硬庭是一個非常孝順的人 他從他開始工作 一直到現在當君子 他在君子之前做工地 然後做一些對高機什麼的 他所有的薪水 全部都是全數都是給父母 包括提款卡 然後存摺什麼都是 在他媽媽那邊 他很愛他的媽媽 對 然後他也很喜歡小孩子 他媽媽 他也為了他那個家賺了 就是一棟房子 然後還有 還有一台車子這樣子 然後還有其他的家用 都是他在貼補的 基本上這個家 有一半都是硬庭他 靠他的雙手撐起來的 我們前一陣子 部隊高樁檢任務的時候 那因為他本身是假嘉賓 那又是正戰文書 那平常 非就是 平常時間他都在做文書 這個工作 但是那段高樁檢期間 他也是被就是編組到車輛保養 那雖然說他碰這個 裝備的時間很少 但是他還是很盡心盡力 然後其他 因為我有過來看他們保養的狀況 那他們就是 在保養過程中 大家就是會有所有需要 就是他是大家的開心果 之前有一起去海洋牧場玩 對啊 然後就是他帶我去 因為他在澎湖讀書很久 然後就帶我去玩這樣子 然後原本還跟我約說 就是要抱蹲 可是還來不及 抱蹲 就是那個石頭 然後抱蹲 他做事都很認真啊 還滿認真的一個人 而且他做事很細心 他做事真的很細心 他會幫你 像我們有時候會忽略一些事情 那他會在旁邊提醒你 就是 還滿認真的阿冰哥 下車還跟妹妹辦鬼臉 因為他很高興要去領退伍令了 要回來了 結果沒想到 他很認真 那處女做的 所以他應該是 什麼事都要求自己做到很完美 雖然這兩位優秀的弟兄 離開了我們 但是他們 以生命相依靠的手足情 勤奮認識 忠於信念的身影 都將留存在部隊每位官兵的心中 此外 在這事件當中 我們也看見了官兵 發自內心奮不顧身 英勇救難的偉大事蹟 面對生死交官的瞬間 海軍嚴婉如上士 及蔡佩如中士 在醉機之後 逃離機場殘骸時 看到了十歲女童李偉彤 被安全帶勒住 壓在座位下 兩人雖然身處險境 但蔡中士臨危不亂 先跑向民宅求助 再回頭協助現場受傷民眾 而嚴上士更是忍住了頸椎受傷痛楚 協助李童脫離險境 我就是這都想不起來 我就是印象就是 只有我要出來 然後遇到十歲妹妹 然後上救護車 這一段比較清楚 為什麼 就是我就看她在那邊啊 然後我當然就覺得 她怎麼會在那邊 然後就是趕快把她拉走啊 因為我不知道下一步 會發生什麼事啊 而且就是人之強情啊 就是每個人看到都會啊 對啊 我那時候身上其實我還有力氣耶 對 所以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還有力氣耶 就是可以做這些就是 包括救妹妹 然後還有去民宅求救 然後到最後上救護車之後 救護車不是會有一個病人的那個單腳 我就給妹妹躺 然後我就躺在那個 救護人員在座那邊 然後到那一刻 我才覺得 我整個就很像美麗了一樣 然後我才躺下去 然後去醫院這樣子 天有不測風雲 7月31號深夜 高雄市前鎮區發生 丙溪外泄氣爆事件 導致多處路面塌陷 車輛翻覆 民災毀損 造成30人罹難 300餘人受傷 災區警況慘不忍躲 國軍不帶命令 立即救災 在第一時間 立刻迅速集結整備 為救援工作提供專業能量 他們當中 有準備要退伍 卻義無反顧地延後退伍 執意和同袍共同救災 到最後一刻的海軍陸戰隊員 以實際的行動 完美展現陸戰隊 永遠忠誠的隊訓 也有才剛剛新婚 為了救災放棄蜜月的陸軍少校 而更多的是默默無名 在烈日暴雨下 身着厚重防護偵測裝備 與時間賽跑 搶救生命的化學工兵部隊 或是穿著軍服戴著簡易口罩 無懼現場 仍有再次發生氣爆的危險 以徒手挖掘大體的官兵等等 這些迷彩英雄堅定無懼的眼神 高效率的救援行動 展現了佩然莫知能力的大愛 用人性的光輝 去除了天災人禍的陰暗 參與這個活動是非常有意義 因為能夠幫助高雄地區的百姓 恢復正常生活 是我們大家所期望的 也希望在這次的救災任務裡面 大家能夠竭盡所能 盡速把家園恢復到一定的生活 這次高雄七八以外 我本身是自己也是受財戶 那當時接到消息時 我還人還在營區 那當然剛開始很緊張 不過我還是很想要投入這次的救災活動 因為本身自己是軍人 而且這也是自己的家鄉 過得很開心 對幫忙 真的能幫到一份 就是幫到一份 是因為有一些 送水給你的阿桑 有什麼讓你感動嗎 還是怎麼樣 其實周邊的路人都非常 真的是 一直跟我們說謝謝 然後覺得很欣慰 真的很欣慰 我的任務是負責增檢 地下爆炸後發生 是否有洩氣的有毒氣體 然後在地下 雖然背著壓縮空汙器 然後還有穿著吸防 流的滿身大汗 雖然很辛苦 不過發生這件事情 我想我也必須盡一份心力 本次很榮幸代表武士工兵群 到災區協助做人員生命搜救的部分 然後我們本次所攜帶的裝備 為影音式生命探測器 然後我們主要的任務 就在災區裡面 在那個碎石細鳳當中 我們尋找有可能還有生還的生還者 然後我們再從昨天早上 睡到命令之後立刻診莊出發 到現在整整兩天的時間 晚上的時候 我們採人員做替換的方式 24小時不休息 看了這麼慘壯啊 我覺得如果是被害人的家屬 我覺得他們會很難過 那我們也想說 既然我們擔任這個救災的任務 我們就想要趕快幫他們找到他們的家屬 讓他們也可以放心 甚至我們也會覺得完成一個 一個心願跟功德這樣子 是的 國軍在第一時間 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日夜不停的參與救災 醫療支援和復原等工作 就是本於向災區前進 與民眾在一起的 愛民著名精神 足跡踏片泥泥熱水 無味險阻 每一產每一滴汗 都是出自於對家園的熱愛 對百姓的關心 軍民同心協力 共同度過這場災難摧殘 也以行動來證明 國軍人貫徹保國衛民的使命 與決心 誠如總統日前所表示 國內歷此災情發生時 國人悲瘡望外 只要看到穿著迷彩服的國軍 心就安了 此時對民眾而言 心中的國家就是國軍 顯見國軍在災害防救上 以建立良好的品牌形象 而國軍官兵愛國愛鄉的精神 更是讓他動容 對於國軍官兵愛國家 愛百姓的動人情操 總統給予最誠摯的肯定 軍人是廣義的公務人員 代表國家和政府 來保護和照顧國人百姓 國軍官兵義無反顧 也以為鄉親服務為種 這麼高的勢 我居然還會有這麼大的石頭 掉下來 還好都是這些國軍官兵 兄弟來幫我們 不然我真的快70歲了 我只不知道怎麼辦 謝謝謝謝 非常謝謝 我們很感謝這些國軍來幫忙 我們他們真的很辛苦 希望福福家這樣好一點 我們克蘭馬 聽過誰過他們都不敢接受 他們真的很辛苦 我們國家有難度是靠這些兄弟來幫忙 無情的災難可能發生在任何人身上 但只有相互輔助我們才能度過不可預測的風險 和無法抗拒的災難 身為這個土地守護者的每位國軍官兵 在每一次的試練中 都發揮著厚實堅強的同胞大愛 以無與倫比的光和熱來溫暖災民的心 我們將會秉持著永遠與民眾同在的精神 持續精進整體救援能量 在國家人民有需要時挺身而出 全力維護社會的安定和國人生命財產的安全